不是我想说什么话 是我想听他说句明白话 家宝 你让他出来 他要是再不出来 别怪我不客气了 知道 你找我哥呀 无非就是想跟他说一些私情 这不是什么大事 私情就不是大事了 难怪对面的赵小姐 跳楼自杀你都无动于衷 我看你们红眼全都是一搂货色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偏不让你见我哥了 有什么招数你尽管使出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尽管快死了 别死了 你是我哥这个人 你尽管你尽管我 你尽管你尽管我 你尽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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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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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没关系 你躺着吧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你别管了 这还行吗 你再不叫他出来 我还炸 我砍断了给你们楼外楼 我做火腿 三个万 真够艰难哪 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知道你来是干什么 知道就好 好汉做事好汉道 你当初对他有过承诺 也答应我昨天晚上去秋睡房见的 我问你人哪 你跑哪儿去了 是我不让他去的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昨天喝醉了 你就拿这儿来躺着我 我现在明确问你一句 你是喜欢秋水妹子 还是喜欢你现在的媳妇 回答我 好 我喜欢秋水 这辈子都不会改变 那我呢 我该怎么办 你 你 你是女中豪杰 她是秋水 她是个弱女子 女中豪杰 对 我这个女中豪杰 还不都是被你们逼出来的 明媚正娶的妻子 因为丈夫逃婚 不得已跟小叔子拜堂 一个不被丈夫认可的妻子 夜夜独守空房 却苦苦为她守着这份家业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人回来 却整着是我又不见 外边这些人 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些什么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为了换回真心 我可以忍 可是我没想到 今天 一个外人 竟然拿着刀 逼着我的丈夫 让他娶另外一个女人 更没想到 我的丈夫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对另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程度 你们到底知我于何地 女中豪杰吗 女中豪杰不屑于你们这种以死相逼的手段 今天在这儿 我就了结了自己 你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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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这样 可以换你一丝不忍 我又何必忍至死 三哥 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家事 在这儿聊不合适 我们到后堂去 给你包扎一下 我们慢慢聊 好 我跟他去 你刚才的问题 我都可以打你 如果打他不满意 随便你 这是我跟他聊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瞧不起你 杜大哥 杜大哥 你的腿 你腿怎么了 杜大哥 你这腿是怎么了 你别问了 真该死 就这么点是我的媒体完成 这个当个案 我真的没有 杜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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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这样 你对我的好我都心灵了 可要是你这样的话 我会看不起你的 你你問 citizen 我听准准没有しい 我挑选人了 我的妈也本当不非常喜欢 身边我 voy 你要小朋友 potpour 你还是去那 Physie 她要是有你这么一颗心 那该多好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修师姐她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修水姐 水给你倒好了 我就先走了 修水 怎么了 有什么话想跟妈说吗 是不是你听谁说了些什么呀 好好好 你不想说 妈就不问了 那你自己先谈会儿 客官 请慢走 果然名不虚传 这墙上全是名人的字画 真棒 二位是来吃饭的吧 没错 顺便来看看你们这儿的字画 你是掌柜的吗 我不是 女的哪能当掌柜呀 那可不一定 宋朝木婚姻还挂帅呢 当掌柜的是我二哥 听说你们楼外楼有一间书画藏室 可不可以让我开开眼界呀 这个啊 我得先问问我二哥 这样吧 你们先请坐 行 我给你们找个包箱 你们先点菜 二丑 拿菜单过来 好嘞 给这两文小姐点菜 那我去去就来 嗯 马蕊 我这肚子饿得像烂蛤蟆似的 瓜瓜之叫 我们先点菜吧 行 诶 哥 我这找你呢 某一下来了两姑娘 拿着相机背着画家 像是为女画家 对了 还嚷嚷着 说要看咱们家的藏画 画家 是潘玉良还是陆玉良的 哎呀 你先甭管她是谁 我给安排在包箱了 听说二位就是上海来的女画家 你就是罗巴楼的掌柜啊 正是 你好 我叫马蕊 我叫洪家宝 那这位怎么称呼 她叫胖胖 你好 你好 我是胖胖 你好 胖胖 我姓甚名谁 不重要 不过马蕊小姐 可是为女画家 在上海赫赫有名 举办过个人画展 道人 只有六幅 我说的六幅 是印象派风格的 那我孤陋寡闻 还没听说过 听说了外楼以文兴楼 收藏了不少字画 是的 我本人呢 也喜欢画画 不过呀 水平有限 真的吗 别扯远了 马蕊小姐 没在问你的画 她是在问 你们的藏画 那可不可以先让我看看 你们画的画 请便吧 谢谢 这画画得还不错 但是没看出来画的是什么景物 外行 你没让没得让吧 那明明画是西湖日出 中间的蓝的 看见了吗 是艘船 那三座宝塔就是三弹音乐 懂吗你 这弹怎么变这样呢 你笑什么 我在笑泡泡说的话 行了 不可你多做解释 能不能 让我看看你们的藏画 马小姐 看我们家的画啊 是要提前预约的 而且呢 这一般人啊 也不能随便看 我们马小姐是一般人吗 你怎么能说话啊你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楼外楼的规矩 而且那些画啊 也非常地名贵 要不然 我们改个时间 预约一下 珍贵 值多少钱啊 我不白看啊 我付钞票给你们 我们楼外楼是以文兴楼 以文会友的地方 不是拿钱看画的地方 什么西湖醋鱼啊 酸不垃圾的 难吃死了 还有这笋编瞎人 你能跟钢编似的 是笋吗 这送早鱼干 鱼呢 鱼都看不见 还山外青山楼外楼呢 白下了这好名字 胖胖 走人 我们不吃了 走 姑娘等一下 等一下姑娘 刚刚那桌饭 用不了这么多钱 留着吧 人在江湖 不能这么小气 来哥 你怎么把人家女画家 给你生气了 女画家 哪有女画家 那 那哪 她呀 她是女画家 她要是女画家 那你也是女画家 那女画家呀 比西湖上的鸟还多呢 干嘛带上我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我好点 我对你还不好啊 我说你是女画家 我都没说你是鸟啊 你 哥 秋水姐 阿姨已经把饭做好了 你起床去吃点吧 你怎么了 都躺了一下午了 秋水姐你别难过了 我扶你起来 阿姨 阿姨秋水姐病了 我看看 怎么了 哇 怎么那么烫啊 快 快请郎中去 好 秋水 秋水 你说句话呀啊 你看看你把自己 都憋坏了 你这不是让妈着急吗 快 那儿 妈 您不是说 我是传老大的女儿吗 那年中秋节 你被洪家赶出来以后 朕遇上暴雨 是运河上的传老大 收留了你 之后你便有了他的孩子 这些都是我骗你的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洪家 有任何牵连 我恨他们 我是万不得已 才把真相 告诉了大少爷 秋水 你是洪家的人 可你却没有洪家的命 这一切都是我造的命 要恨你就恨我 要诅咒你就诅咒我吧 那人孩子 妈 妈跟你撒的这些谎 不为别的 我就是想好好地保护你 妈 好好地保护你 咱姨太 这不是赵大律师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一言难尽 杭州那边我待不下去了 那边现在是 国民革命军的天下 关键是楼外楼的大少爷 她是国民革命军的功臣 她回到杭州去了 咱姨太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撮合你买楼外楼 要给你盖个别墅 我就为了这个 把他们彻底地就给得罪了 赵大律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您就暂时在这上海住下了 上海不是革命军的天下 特别是这法租界 国中之国 有我照着你啊 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难道也是 不过杭州嘛 我是早晚要回去的 不如这样 我去帮你找杜岳生 他可是通天的人物 杭州肯定不在华夏 这是我的名片 按照上面的地址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这人要是能混 走到哪儿都如鱼得水 你们两个 我来上海办点事 顺道想来看看你们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 不义气 刚才那个女人 三姨太大 除了她还有谁啊 不说渝度军逃到日本去了 立刻转了下 法度界寻补房 找人家 不服认用 你不相信 我会立刻转乐 怎么立刻转呢 我还是做什么 我不是听着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我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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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是不是在这儿碰上 我还是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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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哪有白痴 哪有白痴 请跟我联系 小意思 谢谢 多谢多谢 知道这谁吗 谁啊 他叫何赞 现在在上海滩 商政两道 油润有余 尤其是跟日本人做的生意 那更是风生水起 赵大帝是就是比 到哪儿都有人 你 好烫 烫烫 对不起 外葬深夜 无心莫怪 无心莫怪 冲水 丁未言 耕须月 戊日吟时 杜大哥 这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生辰八字啊 这个 应该是哪个孩子留下的胎毛 秋水 这会不会是你的生日 要不这样 咱们到街上找个册子先生 让他给你看看 丁未年 丁未年 丁未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 庚须月 戊五日 是农历的九月三十日 居今正好二十年 姑娘 这应该是你的出生年月吧 这头发 应该是你出生时 你娘留给你的胎毛啊 冬冬 你是说九月三十日 对 那我娘怀上我的时间 就应该是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吧 可她跟我说 她离开皇家那天是中秋季 秋水 什么意思啊 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你跟胡家 有任何牵扯 我恨她 就因为您恨她 所以就毁了我的感情 没什么事 你会想让她 你都知道了 他就会想让你 要是和你一样 你可能会想让你 你快走 你让我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小白条 把你的山板借我用一下 出人点 曹天宇 你带我走吧 川哥 还没吃饭吗 吃什么饭 我要借你哥 我哥腿脚不好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我腿脚也不方便 我都跑这儿来了 我必须亲自见 找我什么事啊 兄弟 麻烦你泡壶茶送到包店去 不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又怎么了 秋水不是红佳人 是秋水妈编造出来的 你知道吧 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是问你 你拉秋水妈跟她说了些什么 你怀疑我 跟秋水妈串通一起来骗你吗 我也不愿意这么想 但试试 这就是个骗局 你的意思是 这场骗局是我设计的 在你心里 是不是这么想的 没错 我是去找过秋水妈 请她来帮我 但是我并不知道 她要用什么样的理由 来说服你 不过我知道 在你心里 永远都离不开秋水 所以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去找人说美 把她取进洪家 做你二访 你 姐 你真要那么做吗 你不是疯了吧 她要是进了家门 她可真是一个狼入室啊 你下去吧 喝水吧 喝水吧 姐 你这么做 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吗 您常说 男人要是那的妾 得宠的一定是那小的 你不用替我担心 秋水的性子 是不会跟人做妾的 我明白了 您是在唱一出戏啊 秋水妈 您怎么又来了呀 秋水妈 能让我们进屋说话吗 进来吧 秋水妈 是这样 我们想跟你跟秋水啊 商量点事 看 大商奶奶呢 心胸宽固 心地善良 她主动提出来 想让洪家大少爷 去秋水为二房 来 你们想让我做气 秋水 有什么话 咱们坐下来说吧 我是觉得 你跟家住这份感情 来之不易 两个人就这么活生生地 被分开 也确实有点可惜 如果你不介意 能认下我这个姐姐 我们可以姐妹相称 施热秋水 大少奶奶 人家诚心诚意的 好 来 过来看 这些是我让他们 准备的拼礼 天上的月儿呢 要一对 两面圆镜的 浮云药四两 四颗擦脸粉 这个 看见没有 这个书呢 是牛角做的 这些拼命你们拿回去 我只留下月亮和福 秋水 听我说 杜大哥 您什么都不用说 我是不会给人家做小的 秋水 你我姐妹 大小只是个名分 你不必介意 我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你要是嫁进洪家 以后就不用一个人 在西湖的风浪里求生 而且我也可以跟你保证 在家里 只要是我有的 你都可以有 大少奶奶 您以为我喜欢大少爷 只是为了跟他过好日子 进洪家图个吃喝 您错了 好了 你们都走吧 秋水 你先别着急回答 再想想 行了 秋水已经回答你们了 洪家的门槛实在太高 我们是迈不进去的 你们请回吧 好 等等 把你的东西带走 秋水 秋水 走 早都跟你说过 这法子行不通人 家住要是啃取二房 秋水要是啃作妾 她没有何必等到现在呢 说什么都不行 我腿上这一刀不能摆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呀 让我想想啊 有这么这多心的脑袋 不可能想出别的办法 秋水姐 那个李春贤看着挺贤惠的 而且也同意你嫁给大少爷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是因为我爱大少爷 我才不愿意嫁给他做妻 我不想两个女人 去分享一份感情 一场爱 变成了浮渝 一片浮渝 二弟 都过了饭点了 怎么还在这转悠啊 嫂子 我这个掌柜的不是快卸任了吗 一晃好几年都过去了 要不干了还有一点舍不得 那就继续当着 不 我哥的伤啊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他才是名正言顺的大掌柜 我呀还是去上海去画画 前几天我们的好朋友 范天池已经跟我说了 廖永志已经从法国留学回来了 上海美专的院长刘海素先生 要请他去认教 这样的话 我们几个好朋友 就可以在上海相聚了 真那么喜欢画画啊 这做生意啊 我就是赶鸭子上架 我的天赋是艺术 也好 陆小兄 加油跑 是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西装革履的 见面还来拥抱 洋人做派 要不是你大哥 把楼外楼甩给了你 你还不跟我一样了 咱别光站那说 找个地方 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走 走 来来来这边 你把这个收好 旁听证 太好了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上海美专的学生 廖永 真是太感谢了 跟我你还客气 对不对 话说回来了 这是刘海素校长特批的 他听说你是楼外楼的小掌柜 所以啊 才网开一面 还有这事呢 对了 刘校长啊 去过咱们楼外楼吃过饭 可见咱们楼外楼那是名声在外啊 不过你看看这个 上边有篇文章是关于楼外楼的 楼外楼殿大欺客 红掌柜趾高气昂 西湖醋鱼固然美味 但掌柜的却酸气十足 纯炉之丝确实是颇有意境 而掌柜的待客之道却是十案八千里 这谁写的呀 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你看看 你看看谁写的 马蕊 马蕊 马小姐 看我们家的画 是要提前预约的 而且呢 这一般人啊 也不能随便看 什么气呼醋鱼啊 酸不垃圾的 难吃死了 还有这损编瞎人 你能跟钢编似的 是损吗 这个马蕊啊 是我美专的学生 说说吧 你怎么把人得罪了 谈不上什么得罪 他到楼外楼去吃饭 要看我们家私藏的话我没同意 这肯定就是怀汉在心打击报复 不过看他这架势 应该是有什么背景吧 真被你说着了 他是上海棉沙大王马新来的掌上明珠啊 也是我们美专有名的小辣椒 原来是个富家女受不得委屈 所以拿这个出气欺负人 对了 他最近呢 有个画展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啊 有来无往飞了一瘾 那我得去好好给他捧工厂 好 这画啊 好吗 这完全也看不出画的是什么 没行 根本就没行啊 这不是楼外楼的小掌柜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这个小掌柜啊 是抱着极大的期待 来观摩一下大画家的作品 我想要一保眼福 未曾想呢 极度的失望 是 廖先生 您跟他认识啊 我杭州的固有 他也喜欢绘画啊 不错 拿烧火棍的手能拿笔啊 本身就是一种壮举 至于会不会鉴赏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美玉都有改善精神病症状的功能 更何况小掌柜你是个正常人呢 你是在讥讽我吗 你又何尝不是呢 这绘画啊 本来应该是百家争鸣的 你应该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 但是你呢 是 听不尽忠言 那算了吧 老兄 咱们走吧 请 告辞 走 走 来 走 走 一步中西步西 飞落飞马外兮兮 周船貌似海市蜃楼 山水窍辱 一团乱马 宏加吧 你呀 小心点 你们两个也算针尖对了卖忙了 确实画得不怎么样 我这叫来人不往飞了一眼 走 这椅子像龙椅啊 可真够细了呀 老子又回来了 只要做上了这把交椅 那就掌握了说话的主动权 有的时候 笔杆子可是剩预枪杆子 我早就掐算过 你在上海看 肯定有贵人相助 走开 马后炮 我落难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 我那时候要这么说的话 你肯定会说我 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野兽派 来来来来 各位同学 大家来看看 我们小掌柜的作品 常言道 画柜容易画人难 可是我们小掌柜啊 却是个画人小男手 看看这腿 一条长一条短 他要是能站起来 一定是个瘸子 再看看这臀部的线条 蜿蜒齐驱 坑坑洼洼像巨齿 谁要是娶了这个女人呢 一定 砰 劈开肉绽 我说小掌柜 你在家开酒楼 开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过来丢人现眼呢 各位学兄学姐 本人啊是初来乍到 让各位啊见笑了 不过凡事啊都有个开头 以后慢慢就会好起来 倒是你 要让你做饭做菜的话 糖和盐你都分不出来 看看看看 半句不理老本好 我们俩是在聊艺术 居然跟我扯到油烟酱刺去了 笑吧笑吧 笑一笑十年少 你呀 别把下巴笑下来 笑下来了 没人跟你安生 小掌柜吵下去喽 拜拜 拜拜 这家宝啊真是的 大过年的也不回家 心不知道也到哪儿去了 妈 这都得怪您啊 您非得在信上跟她提相亲的事 不能不有思想准备吗 人家飓风员啊也是个老字号 那姑娘长得又俊俏又名理 一看就是一个帮夫相 这是您的看法 现在都民国了 新文化主义 提倡的是什么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您啊千万别再干这种 媒妇直言的包办婚姻 我怎么包办了 我不是让她回来相亲吗 您这相亲吧 都带有强迫性 春姐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要伤了 春姐 怎么了 快 快 叫街心跑 让她回来 遢磨的 快 是 都进来吧 叫她什么好呢 今天是小年夜 外面一直响着鞭炮 叫她响声吧 响着鞭炮声的 响声 这个名字好响亮的 来 这样吧 为了庆祝我儿子的诞生 明天我们在楼外楼 大盆石舟 挣进那些 无价可归的平民百姓 然后啊 再支出一笔钱 去资助前江一渡 是 这么大的喜事 是要破费的 好 小姐 你看这屋子让你这么一脑满 显得真是起庆多了 王二蕊 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 来 先来 谁啊 是赞王爷吗 是那个小掌柜 穿这个大衣 缩了个头 胡子拉叉的 在那画学景呢 这大过年的 他不回家吗 他要是回家了 还能在这儿 那他在哪儿呢 就在诈普路 学校边上 小掌柜 怎么是你呢 我们是无巧不成书 我看我们俩啊 还是冤家路窄 我们是 我看的 我看的 我看你